在权衡了朝野政局趋势之后 康熙正式宣布 复立太子 接着由张婷玉陪同 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六次 也是最后一次南约 太子印仁坚果 代理一切 朝阵 你真傻 走吧 四哥 走啊 好大的口气 一开口就是二百万 江苏巡抚准备分给你们多少啊 太子爷 这二百万是用来震机苏北灾民的 怎么说成是分给我们的了 震机灾民 震机灾民用得着这么多 你们当我不知道啊 你们和江苏巡抚准备是什么关系啊 这二百万震机银子都是经过核算的 同我们和准备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这二百万的数目都是你们什么人核算的 太子爷 您就甭问了 您还是批准了吧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奴才是说 这个公文不是奴才们弄的 是四爷同意了的 你个狗奴才 还敢抬四爷来压我 跪到外面去 听我发路 这 太子爷 太子爷 滚 滚 怎么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无缘无故就叫我们跪在这儿 听后发落 我们跪在这里不要紧 许多急着要办的事都耽搁了 马中堂 您是尚书房大臣 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对啊 对啊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马中堂 我明白了 我这就跟太子去说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太子 这里面都是各地寄来的紧邀奏者 必须立即批转 我看都没看 怎么批转 请太子现在看吧 我什么时候看折子还要你管啊 到底你是监国还是我是监国 这 就是皇上亲自理政 这样的奏折也是既送既看 呸 你以为你是谁啊 动不动就搬出皇上来压我 你还不是搬出八爷来 岂不是更变的 太子 像您这样挟私奋而误国事 也不怕含了满朝文物的心吗 哼 我知道 要想让你们不含心 除非应自当太子 知吧 谁当太子 都得以国事为重 像太子爷 您现在这样 何以向皇上交代啊 说来说去 你们还是不服我这个太子啊 那好 我选一些服我的人来用 马齐 你也跪到外边去吧 听候发落 你管兵部 这是八哥这一向来唯一最感欣慰的一件事 华尔玛重用你 至少说明他不完全放心太子 因此 你一定要把兵部管好 利用兵部这个要害部门 紧紧地看住太子 这一次太子复位之后 我觉得 他会做出很多道行逆施的事来 弄极了 他还可能会苟急跳墙 我们 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华尔玛 在他的晚年遇到不测呀 八哥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恨阿玛吗 十四弟啊 这人世间最难解的就是恩怨两个字 什么是恩 什么又是怨 极难分明啊 譬如对华阿玛 他老人家 要真的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八哥 动手了 动手了 老二这条狼开始咬人了 慢慢说 慢慢说 太子到底怎么了 几支官员 包括马骑 都要让老二免官了 都是上表举荐过我的那些人 不是那些人 还会是谁啊 太有瞎话了 我得去说 卖 九弟啊 四哥知道了吗 我想这回子应该知道了 让四哥去管吧 你们和我去都只是祸上交友 老四会去管 你们不知道四哥这个人啊 黄阿玛为什么会器重他 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怕他 平行而论 一个人能让别人都怕 平安还是自己的为人呢 他和太子不同的就是 他实实处处站着个理子 你们想想 太子要爸的这些人 虽然都从上表举荐过我 但毕竟都是黄阿玛 一手提拔的朝廷命官 罢他们就是和黄阿玛过不去 就是和朝廷过不去 四哥 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犯傻吗 老四 推荐太子的时候 你不是没看见 他们都是老爸的人 这些人一天不敢走 老爸他们就居然能够操纵朝局 兴风作浪 太子之话 臣弟不敢沟通 不错 这些人是上表举荐过老爸 可能也是按照黄阿玛的诏书行制 如果仅凭这一点 就免去他们的官职 黄阿玛也不会答应 再说举荐过老爸的人那么多 太子都能免了吗 没有了他们 那么多朝务政务 谁来操持 俗话说得好 宰相都里能撑传 您现在是监国 应该大人大量 以朝局为重 我说不过你 但这件事我不会听你的 老四 你请让二哥做一回主 不要来管这件事好不好 我是领侍卫内王大臣 有关朝局政体的大事 我不能不管 你这和我说话呢 关于江苏那件事情 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 老四 你是我的人 我要告诉你 往往就是太放纵你们了 弄你们上鼻子上脸的 你是老实人 不要学老八 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好 从现在起 你也不要再放纵我 我也再不和你顶嘴 您按照按法监国 我循礼循法办差 那咱们就先说说 江苏那件事吧 苏北张大水 今天夏天颗粒无收 几百万人生计无拙呀 我和户部的官员们 几天几夜忙着算数目 掉钱两 公文报到您这儿 让您给驳回来了 再过十天半个月 赈灾的钱两运不到苏北 闹出民变来怎么办呢 民变 你是说老百姓想造反 太子爷 阿拉布坦不断骚扰克尔克蒙古 您不会不知道吧 皇阿玛为什么迟迟不派兵 国库里没钱呢 国不为奸 现在想法子稳定都来不及 可是你在 你走就走 有什么料理 有种 你永远别来见我 怎么了四哥 你的脸色好难看 又碰钉子了吧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 王师傅 麻烦您转告太子 大明儿起 我告病 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把咱大清国闹王了 他就不会再闹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王师傅 王师傅 这是干什么 我说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太子呢 太子他人呢 他人呢 没看见 太子他刚才还在呢 叫他来 叫他来 叫他快出来 师傅来了 有失远行 快给师傅上茶 快快快 师傅 太子 老臣不是来喝茶的 你告诉我 这外面跪着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 哎呀 嬴亲王也气得要搞病不干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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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 都搞病吧 都不要干事了 反正我是孤家寡人 大不了 再次被废 好了啊 这下你们都撑心了吧 王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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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着彩衣 快着彩衣啊 来了来了 把王师傅扶到床上躺着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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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弟啊 你说我这个太子还怎么当啊 还怎么当啊 太子爷 您是问我 你 太子爷啊 您这头该刮过了吧 告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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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在 这外边跪着都起来 滚出去 干什么的事 这 都在叩见太子爷 你们来了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坐下说 太子爷 可想死我们了 我也想你们 来啊 上场 走 眼下 我虽然是辅了位 可是 干起事来 比过去更难了 哎呀 像你们这样的人啊 都免职的免职 调任的调任 每天在玉清宫啊 一眼望去 都是老八的人啊 空虚太子还怎么做呀 今儿啊 我想免掉老八的几个贴杆 没想到老四和老十三都反对 就连王师傅他 哎 不说了 不说了 哎 奴才们绕道 去了一趟江夏镇 啊 江夏镇 那不是老九没人的庄子吗 你们去那儿干嘛呀 奴才们去是见一个人 谁啊 任伯安 太子爷知道 任伯安是九爷的门人 八爷党的财神 去年刑部案发时 八爷为了扳倒太子爷 把他给卖了 现如今他自己免了官不说 弟弟被砍了头 内地还关在刑部大牢里呢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太子爷 这个人有大用 任伯安在立部做主事的时候 偷偷地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于今对太子爷大有用处 怎么讲 他利用自己在立部管理百官档案的机会 逛博耳目 把三百多名官的隐士都记录下来了 编了一本册子 叫做百官行书 这不等于把那三百多名官的辫子 都握在手里了吗 太子爷英明正是这样 那任伯安原是把这本册子献给八爷的 但经过去年刑部那件事以后 他改变了主意 他现在愿意献给太子爷了 在哪儿 还在他的手里 为什么不拿来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同太子爷商议的事情 任伯安 他愿意交出百官行书 并且他愿意 把他为九爷经营的几处钱庄和当铺 也弄到太子爷的门下 但是 他请求太子爷 答应他两桩事 哪两桩事 第一 第一 请求太子爷把他的内力救出来 第二 请求太子爷让他官复原职 第二件事情可以慢慢来 第一件事情 不行 您不想想 他那个内弊 是皇上钦点的药犯 你们不就是因为那个案子而被革职的吗 这件事不好弄 不好弄啊 不好弄 并不是说不能弄 太子爷 放着一个现成的帮手 您不会叫他去弄吗 你是说老十三 对 正是十三爷 现在他不正管着刑部吗 你们不知道十三爷这个人 他是出了名的狭王 这样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再说 刘八女是他弄进去的 他不会自己删自己的嘴巴 他当然不会愿意 但如果把他拉下了水 就不由他不干了 怎么了 太子爷 你听我说 他是这样的想法 好 上酒 好 印真今天既非寿日也无喜庆 为何要请太子爷 诸位兄弟和马中堂去降呢 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到很奇怪 来 先干了这杯 再请大家一开眼界 来来来 谢四弟一片心意 来来来 干 干 好 干 十三弟 把那四只箱子抬进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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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这就告诉住位 这箱子里装的是 我大清三百多官员的隐私 这几项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万勇当铺抄出来的 那么又是谁放在万勇当铺的 是一个曾在吏部认过主事 后来又在江南 做过寻言道的姓人 明博安的人存放在那里 说此人是神间巨队 幽为不足 我看这个人简直是我大清的 第一个毛贼 他利用自己任户部主事之变 广摄耳目 专一搜罗刺探 文武百官的隐私过世 然后详细记录 以汇编成册 取名为百官行术 其用心无非是靠这些把柄 挟制百官 小子逞其私欲 于取于夺 大可图谋不轨 犯上作乱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不但我大清建国数十年未有 就是纵管历朝始色 也是闻所未闻 太子爷应该即刻下令 将他捉拿归案 明正典型 对对 应该周当 至罪 马大人请息一份 您可知道 前日安徽报来的江夏镇一案 是怎么回事吗 江夏镇一案 莫非与任波安有关 正是如此 有人暗中和任波安勾结 想利用百官行术 掀起一场正朝 十三帝主管刑部 得知此事之后 为了不泄露机密 就下了一道手艺 密令进京述职的四川提督 年庚瑶 利用上京之计 顺图普拿 查抄这几项东西 不料 任波安 竟敢勾结淮安营的官兵巨谱 年庚瑶处于无奈 这才将他们一发剿灭 好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耳诛之 年庚瑶功劳不小 太子爷在这里 诸位皇兄弟也在这 尚书方刘首大臣马中堂也在这 来 请你们上前细看 请看 这乡口的封条完好无损 足以证明我和十三弟都没有看过 封条确实未动 老臣可以作证 那就好 十三弟 把箱子打开 住手 这里的东西谁都不许看 八弟这话说得透彻 谁想知道这箱子里寄的事情 谁就是想挟制百官图谋不轨 太子爷 臣弟的意思是趁我们都在场 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 一来立安百官之心 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朝局 二来呢 也避免有人利用他乱了朝纲 有礼 有礼 来呀 在 把这箱子抬到院子里 上了 这 太子爷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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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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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借这个机会哄他一下 对 这事没这么简单 四哥敢这样做 说明他必定留有后招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让太子和马其告诉皇阿玛 等我弄清楚背后的实情再说 好 好吧 前几天来取任波安那几口箱子的人是什么模样 你还记得吗 十七八岁的年纪 个头 个头不高 像是南边人的个头 对了 说话夹着南边的口音 那个前来当赃物的人是什么模样 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一口的山西强调 个头也不高 也是南边人的长相 可是 你要是再见到他们 能认出来吗 能 就是烧声灰烬 奴才也能认出来 他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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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来 恒辰啊 你来看看 长得不错 十分饱满 长得这么好 明年总吃饱饭了吧 我可没有那个指望 但就每顿能有碗七半吃 也就心满意足了 怎么说 收成好了 东家的租子也加了 交了租子交了税 剩下这家骨子 最多凑合这吃半年多吧 驾 好 给 快快快快 来 什么针啊 这家人不小啊 出事儿了 回相公 腐败 腐败 哎 这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啊 人不安 百官行术 三百多个官的把柄 让人家给攥着了 这么大的事儿 定真就一把火烧了 事前不请奏 事后不上报 太子 定寺 这么多皇子 谁也不吱声 好 这里面定有隐情 臣以为将年庚瑶 照到南京一问 这事情就清楚了 传指 年庚瑶 生四川巡抚 叫他接旨后 即刻到南京行宫见阵 这 怎么 怎么 还是没有十四阿哥的折子 回皇上 臣正在想这件事 他寄来了太子的这封信 还没有他自己的折子 臣也在想 是不是十四阿哥也有难言之意 看起来 硬提也学会用心思了 亨臣啊 如果 朕 再次废了太子 那么千秋万代之后 史书会怎么听说 皇上 对太子的一片苦心 天下臣民是有目共睹啊 臣担心的是 皇上远离经济 当前最要紧的是 还是稳住太子 以防他再干蠢事 待到盛家回京以后再说 好 作为尚书房大臣 你的顾虑不是不对 但你想的是现在 而朕想的是将来 马上以上书房的名义 把应仁寄给人不安的信 寄还给他 皇上 皇上 您看 这样一来 岂不是要逼太子 这是朕 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他天良没有丧境 就应该放弃一切妄念 自行请罪 如果他仍要一意孤行 再干出什么天理不容的事 那么 列祖列宗在前 千秋事策在后 就都怨不得朕 皇上 天心远虑 臣不胜亲服 我看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安排一下 以策万全 对 是要做些安排 对 你指吧 这 第一道秘址 寄给四阿哥应贞 四阿哥 是四阿哥 命他即刻召见龙克多 严密注视 太子一党的动向 一旦发现他们图谋不轨 继继继续 记住迎贞 捉拿太子 龙克多 将太子的党域一提扑获 第二道秘址 寄给十四阿哥应提 命他以兵部的名义 不止西山锐剑营 严密注视热核驻军的动静 不止丰台大营严密注视 逆云驻军的动静 只要这两支队伍擅自行动 就立刻借出领谱 更缩粗的兵权 还有 下一道明诏 通告天下 朕定于八月十六日到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宗兰 皇上的诏书 是 圣旨说 圣家定于八月十六日回京 这么大热的天 为什么急着回京啊 这是什么 和明照一道寄来的 是给太子爷的秘纸 秘纸 没你事 去吧 去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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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听了 太子爷 听了 跟听了 跟听了 对戴币 不如奋其拼哪 对呀 听了 太子爷 太子爷 听了吧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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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再次被废 我们都得完蛋呐 太子爷 是啊 拼吧 拼得个鱼死亡破 是啊 是啊 这么于死 怎么网破 我们难道 能够斗得过皇上吗 太子爷 八月十六日 据代龙科多九门提督的职务 托河其大人再纠集布军衙门的兵马 以等你携送皇上到京 就关闭九门 敬驻大内 逼皇上写下退位诏书 与此同时 林大人则率领热河兵马 敬驻京郊以为呼应之事 只等皇上的退位诏书和太子爷的登记诏书一颁布 天下就可传习而定 干吧 太子爷 干吧 太子爷 十四弟 你的机会来了 我的机会 对 太子这次被废便是万劫不复 你一定要争取太子之位 八哥 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八哥没有开玩笑 在咱们哥几个当中 皇阿玛是最器重你的 当然还有四哥 你不当 难道让给他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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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看吧 快点快点 两边都站好 快 这边走 这边 奴才龙科多 给雍王爷请安 请起 请 什么人呢 站住 四王爷 奴才参见四王爷 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突然换了卫兵 增加了人数 回王爷 这是太子爷的手谕 说基本上有人图谋不轨 命奴才们加以防范 任何人都不许进宫 我也不能进宫 哪的话呢 王爷是兼领着侍卫内大臣 管着奴才们呢 不过 奴才头胆的说一句 王爷如果能不进宫 最好别进宫 太子手谕 卓 托国旗 接替龙科多 部军统领衙门 都统之旨 董大人 交印吧 能不能把太子的手谕 给我看看 站住 太子爷已经安寝 请四王爷明日再来吧 你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 奴才原来是部军衙门的人 蒙太子爷恩典 今日调人的侍卫首领 我是领侍卫内大臣 侍卫的调遣该归我管 我怎么不知道 原准备明日禀报王爷 不用等到明日了 我现在就下令 不准你调人 来啊 把他拉下去 谁敢 我这儿也接到了一张手谕 可是和你的手谕有点不同 你也有手谕 谁的手谕 皇上的手谕 是 托河旗 众官员 接旨 记得最后一次了 是我们还在南书房念书的时候 二哥带着我 还有几个弟弟一起 在御花园赏月 那个晚上的月亮真好啊 那个晚上的月亮真好啊 不辞自孝 胸有毕宫 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 会弄成今天这种局面 二哥 亡羊不劳 优位未完 你赶紧回头吧 四弟 咱们满人射出去的箭 能回头吗 快 快 快 驾 我 我知道 我斗不过黄岸了 可是狗被逼急了也会咬人 甚至会咬它的主人 四弟 到了明天就是我的末日 你我再想说一句话 恐怕也不能 二哥 最后跟你说几头新墨子的话 不要争这个太子 这个位子 能把好人 给逼疯了 太子和四王爷在宫里吗 让我进去 回禀王爷 该抓的人全数捕获 整个京城和大内都已空中 好 走 将军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杀 杀 快快 救命啊 干嘛 别了 别了 跪 皇上有旨 耕所徒随太子谋逆 十恶不赦 卓立即解除兵权 所属将士听我调遣 进城 回宫 地下 兵祥 儿臣在 你驻太子暗杀郑春华 擅自派兵剿灭江夏镇 有这回事吗 花马 拉下了 折 任伯安 一个未入流的小吏 买官卖官 运营六部 如步棋子 指挥官员 四育牛马 这是为什么 你们谁能回答 请划骂胜讯 请划骂胜讯 说你们什么呢 说了几十年 有什么用呢 如果大家能以攻心对朝廷 对天下 以忠心 以忠心 施主 事业 无隐瞒 无私弊 那姓人的 有什么好记得呢 他又何能要挨于你 他又何能要挟于你 印人 印人 因图谋策反 再次被废除太子名位 罢为庶人 永远圈禁 出人意料的是 十三阿克印墙 也应暗杀郑春华 擅自派兵 剿灭江夏镇的罪名 押解宗人府 圈禁